妻子悄然失踪 三个月苦苦寻觅 一个陌生男人的来电 牵出他的踪迹 真相揭开 他又该如何面对残酷的现实 懦弱与偏执 终将毁灭美满的爱恋 绝望的疯狂 《忏悔录》正在播出 2016年5月19日 甘肃省平良监狱的民警 受服刑人员邵永安之托 专程来到这里 看望两位老人 您应该随着我们里面关着 关着以后我们说经过这几年的改造 这个人表现很不错 他本上对他犯的罪很后悔 现在心里很难受 但是他想给你们俩打电话 他张不开这个口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来以后 就是把他的意思也表达一下 此行民警们是专程替服刑人员邵永安 向着两位老人表达歉意的 并且带来了邵永安的视频资料 面对昔日女婿在镜头前请罪 两位老人并不接受 看得出其实直到今天 这家人也难以消除 对狱中邵永安的怨恨 因为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他们总会想起七年前 大女儿悲惨死去的模样 罪行刺骨的痛处 便一阵阵涌上心头 给你磕头 到磕头中有七三十年 有没有厚力 哪怕是啥 我们怎么管线 我们就后来就经济一开始 都在这头子 回整家的家里都在这 谁的人就赶紧打120了 120内来过来军队 那都原来经济以后 一确就不吃了 看着不是以前找的应慢慢 架放棉后老 Est Gall Columbia 你看喂 之前不要这么 之前不要这么个色情 等我玩 你要离婚 ? 就是离婚,离娄,枉娄 刺飓完车且好 事 erf担心时 那就 Bears 您呢 傻要喜了 至朱丸懒云成 海浦 一次 我 valid 做有这么个初心 有做有后悔 我在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娃娃 对不起媳妇 我到现在我还是回去看 我要逢年过去啊 每次我下去啊 下去我媳妇的一个情景 我要心里面去 我每天晚上 突然就不及了 到现在 此刻邵永安流淌再多的泪水 也无法抹去他心底 对妻子的亏欠和疼惜 那么 这个看似柔弱的男人 为何对自己的妻子 瑕疵狠手 他和妻子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这对年轻的夫妻间 究竟有什么恩怨 事情还要从七年前说起 2008年 十月的一个深夜 邵永安正在工地宿舍睡觉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从睡梦中惊醒的邵永安 有些不知所措 仔细看来这个电话号码极为眼熟 这不就是前两天 已经失联三个月的妻子 与自己联系时 所用的电话号码吗 打来电话的 怎么会是一个陌生男子 那是一周前的一天傍晚 邵永安正在一个煤厂做工 突然接到一个从兰州打来的电话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 邵永安既激动又兴奋 这个打来电话的人 正是邵永安的妻子 已经与他失去联系三个多月了 自杀的人 他是饭馆的 待饭的人 现在他也没有挣好钱 那妻子就告诉他 他的南州生活挺紧张的 没钱花 他现在情怀恨恨 一个月到后 还有挣机器员的 我就一头一回 就给大家带去这八百元 他认为妻子的再次出现 和自己的慷慨解囊 一定会让因为家庭矛盾 而魄力的夫妻感情 有所缓和 这几天邵永安 还一直为此事欣喜万分 可是今晚 打电话的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为何更像男主人般审问自己呢 你咋也知道我媳妇的 要是让我是经过朋友的朋友 都托着流费亏钱来借收 借收 借收 借收给这里 我两个人都十一月份 在结婚下 邵永安也知道了 他的妻子是现在和他们线上 一个在兰州开出租车的男的 在一块同居 我以前不得对吗 把我静着这个 这就那些部分也完全混了 靠掉电话 邵永安彻底难免 辗转反侧 电话中的这个男人所述的一切 真的舒适吗 他无法想象 原本为了和自己在一起 可以放弃一切的妻子 怎么会突然变了模样 邵永安将心将意 因为两年前 他就有感觉 妻子总是对他隐藏着什么 那是2006年 四月的一天下午 从外地打工回来的 邵永安一下车 就急匆匆地跑到了 居住在县城的丈母娘家 准备接妻子和孩子一起回家 可一进门 妻子的举止和打扮 吓坏了邵永安 我打工期里 我没有美国眼 我这老大了这么好的眼 我又要先去抽眼 穿的衣服 或者是这个收拾的这个发型 烫头发 这些的话 明显于他这个收入 因为邵永安给他的钱 是不相符 然后邵永安就偷偷跑去 他们和他妻子 关系比较好的一个 开理发店的 女的跟前就打听 我想想 邵永安 三天两套 还把发型换着 不吃价 看来你关系后 也给你捧钱 给捧钱了 那钱你还开不上去 我给他做这个头 为什么你别几分 这立发钱给做好了 请见那穷神 这个就是别几分 你给吃钱给做好了 说起这个话 一说起就想想 来你媳妇你警察 跟不三不四点 你打个电话 你自行车一起 邵永安气愤不移 果肃跑回了丈母娘家 准备向妻子问个究竟 显然妻子在说话 但是没有证据的邵永安 和妻子争辩过后 也只能不了了之 邵永安决定 立即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家 离开这里 也好让妻子有所收敛 妻子突如其来的要求 治疗不急 也让邵永安有些寒心 但是为了留住妻子 保住这个家 邵永安还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之后呢 他就自己呢 也比较生气 但是呢 他对这个妻子呢 又割舍不下这个感情 我毕竟我没办法 我去 我到这么个人家里坐着 我回去 四个八 两个妈去 开用 我又要收下 回到家后 邵永安发现 新买的手机 变成了妻子爱不释手的玩物 而且业务十分繁玛 我给酒扒二多块钱的花费 你一晚上就把七十块钱的花费 就大着玻璃 啥活不做 我妈做了饭 你又不吃 喝你的口味 你就吃了一下 不喝口味 你连妈都进了 你随着晚上十二天 就煎花发起来 回信息 深夜里 频频响起的短信声 总是让邵永安心神不安 这么晚了 妻子还在和谁不停地联络呢 故知成婚 预示着一段悲痛恋情 一意孤行的女人背后 又会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 面对情感僵局 她究竟该何去何从 绝望的疯狂 忏悔录正在不出 2007年3月 邵永安的妻子 与他回家生活后 邵永安发现 妻子的手机上 经常会出现一个 陌生的电话号码 这情细说说好了话 来请嘛 留我话 那么我问的就是 我是不是 不知道谁把我发错了 就这么个 我一看后面 接回了就是为个远 远后面 我就去这么办法 我就把这话摆了 回到娘家后 妻子断然向邵永安 提出了离婚 这是邵永安 万万没有想到的 那时他们已经有了 一双儿女 最小的儿子 还不足百日 可是这个女人 又仿佛铁了心一般 究竟是什么 让她变得如此 绝情绝义 仅仅是因为一段 虚无缥缈的婚外情 还是其中另有眼情呢 妻子对于家人的指责 毫无辩驳之力 只剩下无穷的懊悔 与羞惨 她与邵永安 是在2004年相识的 两个 也写起一个月头 盖得都很好 红色惊慌 我月佛月末年 出不上阿蒙拉尔区 十八九岁的时候 她的父亲就 她卖了一个山马子 然后从这个山马子开始 自己挣了一点钱 挣下的钱 全部用于个人会活 瞎乖子 经无听 因为是 我只得她这个人就不行 她说我什么 硬笑 胳膊里面就不行 她咱以后 我是不同意 解决不同意 她就有什么破例 可是被爱情 冲昏头脑的花季女孩 怎么会听得进去 家人的好言相劝呢 那时邵领领天真的认为 爱情的力量 可以改变一切 最终邵领领还是和少永安 已孤行地结婚了 婚后 他们一直和少永安的父母 生活在一起 少永安是家中的独子 父亲是名牧家 家里的生活 虽然算不上富裕 但日常的生活开销 还是基本无忧的 她的父亲 对这个凡人 对吗 国锋 给予国锋的恋爱 我们还年轻 在咋了个国耍 你爸一妈 还有种种种 咋了个国耍 但随着少永安 父亲日渐衰老 和孩子们的长大 这个家的经济开始 入不敷出 少永安的岳父岳母 为了支持她出去打工 改变家中的经济状况 将自己的女儿 和两个年幼的外孙 接到自己家中照顾 美美声称出去打工的少永安 几个月后空手而归 这一让家中深爱她的妻子 彻底对这个男人 失去了信心 为了生计 她开始到县城参观打工 他活着 我这几个月了 晚晚 其实我生家亲 你爸也是你没有管 我给招人来的 招人来的就 我早知道 我正是有点花钱 你又走不了 那时候 为了有人 没有人 我也不紧张 他说 有人 我今天要和我一起 我 我也不紧张 这个事情 左右到父亲来 而且也跟我不上 每次都后面 有 我媳妇也 人别人 你自己做的 你靠不靠 你也跟我一辈子 也不懂 也不管 我能开箭 频繁的争吵与猜疑 让邵永安和妻子的感情 陷入到可怕的冷战之中 直到那晚 因为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 打闹一场后 妻子再次跑回了娘家 并向邵永安下了最后通牒 其实邵永安的妻子 早已对这段婚姻失去了信心 在邵永安外出打工的第二天 他就瞒着家人 抛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 独自外出打工了 从此 邵永安的妻子与家人失去了联络 这让在没场打工的邵永安心机如焚 但又束手无策 三个月后的一天深夜 一个陌生男人打了电话 邵永安才得知 妻子在兰州打工期间 已经另觅心患 并声称自己未婚 马上要和这个男人结婚了 情急之下 邵永安在电话中 将他和妻子的实情和盘拖出 并请求这个男人放手 他也不愿意跟我媳妇这一块对 你改进来都来着 媳妇的应应媳妇的 也都媳妇去年间开了房 年两个同学开了房 跟他回去过二次住的 还是跟前恒强过来 我媳妇是他跟他前恒强过来 前恒强你也不用我媳妇 你跟他你丈夫回去 咱俩把他去后绝后散 邵永安经过几个小时的好言相劝 妻子终于答应和自己一起回家 此刻他想马上带着妻子 离开这个受尽屈辱的地方 那衣服这个东西都不孝开 我去小祖 就我媳妇那边媳妇那边 你去 思维里面对着我两个 把这个事一拜 把事拜了嘛 我跟我和你回 妻子如此极端的做法 无疑是在挑战 邵永安身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底线 屈辱愤怒瞬间让他不能自已 当即起身而去 准备独自回家 可是刚刚走出房门的邵永安 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意识到 如果自己就这样走了 那就要彻底放弃了妻子 和这段婚姻 这就行了 还得有你这个人 你这么个人 我都原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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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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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起痴心男人的罪恶灵魂 惨案过后 谁来为这个残局买单 民警的感话 亲情的呼唤 是否可以唤醒 他沉睡依旧的良知 绝望的疯狂 忏悔录 正在播出 2008年11月14日 邵永安在被父亲 一顿指责之后 更加气愤不已 想到一直以来 自己受到的屈辱和折磨 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吼 便当即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既然你有决心下来 我要把决心下来 我早几年 马上快过年了 早三十万 我事不及杂业 这时候杂业布 把我一架子杂掉 我也不复了 我欣赴你 那当你啥都不有效的 我明天坐着就回来了 我儿子就和我这个女子 也就注意我了 还睡着呢 我去帮我 卸封了 经过这个世界 你看你清了花后后来 前到你这个 前横墙花来 那把我帮我大鱼 也再过来就过来 钱还要比我 可以还能走吗 再你口哨能回 我卸封你 不去 然后哪怕 今天前一周时间 你帮我杀了 请你也不回 妻子的话 让邵永安彻底疯狂 他火速跑到厨房 拿起菜刀 冲向了正在床上的妻子 以此威胁 此次 此次我媳妇偷 我说你回想不回 就不回 我就把你杀了 我行这公安 去了其次数 他帮我去 帮我帮我大鱼 几分钟后 知道妻子一动不动 邵永安才意识到 自己闯下了大祸 随后邵永安 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 2009年7月 甘肃省平良市 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邵永安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年9月 押入甘肃省平良监狱服刑 我媳妇就少这个 办法少衡衣衣衣 都在监狱 日监狱 就少衡衣衣衣 没有办法 面对我做这个事 有作用后悔 有作用后悔 到开始的时候 我们了解的情况 一心想着 让法律派他一个死刑 他就 他也随他妻子而走 曾经在一封行众 也写到 他的父母也不惯 儿女也不惯 就随他妻子而走 按照监狱的这个规定 采取严格的保险 惯例的措施 同时进行行李指导 通过咱们行李 执行这些民警 进行行李指导 进行危机改变 从事件上解决这些问题 发现他的行李这些矛盾 好类型的冲突 从而解决心讲 甘肃省平良监狱 心理矫置中心的民警们 针对邵永安的实际情况 制定计划 进行定期的心理干预辅导 与此同时 鼓励他多参与 监狱组织的文化文艺活动 与其他服刑人员在一起 使他更快地融入监狱的生活 开战监狱和监狱 开战这些文艺会议业 这个合选支撑文化活动 其目的就是 一情干人 一文化愚人 四五服刑人员 在警生上 在行李上 得到一些 这个司法 渐轻 行李压抑 这样的话 相对的时候 他就能稳定 改造情绪 建设 这对于了 唯一的行为 在监狱民警们 长期关心和正确引导下 邵永安 逐渐开始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 懂得了一个男人 应该担负其的责任和义务 我每次打架放我 心里很疼 我把我救出人 我也不通事 也没有消息 风 现在从 家里这几年给草 那么 就觉得 孝永安的变化 让付出辛劳的民警们感到欣慰 同时 民警们也意识到 这是一个彻底感化 邵永安的好奇迹 这次特别的情形绑交 会让他的父母 越来贵圈 这个邵永安 放弃这个 情色的年头 这中间 工作做的比较成功 这个反正我们写的一封 绝心书 这封绝心书 应该在答案里面还有 这就是说 他要放弃这种 情色的年头 好好改造 证据对吗 能够坚持他的父亲和母亲 在家人和民警的鼓励下 邵永安改造生活 终于走上了正轨 2015年 邵永安获得了第二次减刑机会 他把这个好消息 通过亲情电话 告诉家人士 却得到了一个噩耗 邵永安的父亲 因为煤烟中毒 不幸深罢 父亲的突然离世 让狱中的邵永安痛不欲生 而此时最让他揪心的是 家里布满十岁的两个孩子 一个体弱多病的母亲 监狱的民警们为了解决 邵永安的后顾之忧 了解邵永安家中的实际情况 决定到他的家里 进行一次加法 我们代表平壤监狱的领导 过来把你看一下 年纪多大了 到六十二岁 六十二岁 平时家里面有几目地 几乎八目八分 美中 那美中定你们的生活 主要来源是什么 早些土地最后的一些 迷路这一多元 迁着的少 去把仙药石 求求高高二岭 求求平坚 就把这元去 迁着 你知道还有十几岁 入手的十几岁 这时候生的 迷忙的一些 迷路 早些迷路 迷路 三年前 邵永安一家 从山区搬到了城镇 这套由邵永安父亲买来 改善家庭生活环境的新房子 还有大量的贷款和借款 无法偿还 现在这套房子 变成了邵永安姐姐一家人的 经济负担 他这些衣服钱都不得清理 娃娃都 一直吃我家 然后你还去 能从医疗保险 有年有年 我凭多几岁 就几岁边就不得补 我去过去过房子 那钱还去 这现场算了 三年里我 就不一楼看 就看着我钱了 把我去给 你老婆做这个 少一口 我都不痛 所以都了 他就没得去 学说的来就 来你越疼 前进去的我疼 越疼 我就期待他 几岁边 用了一口 孩子担忧着 以后 这块人 这就谁这样 臭病了 家里的现状 让在场的民警们 也不禁担忧起来 一旦你老老爷家 经常去吗 去吗 老老爷给你好不好 好 他给你买啥呢 买衣服 买衣服 买衣服买衣服的 那你老老爷 问你爸爸 问他 家访中民警们得知 这些年来 邵永安的岳父岳母 一直强忍失去 女儿的痛苦 时常来看望孩子们 给予他们生活 和学习上的一些补贴 家访结束后 民警们辗转来到了 邵永安的岳父家 替邵永安 转达他对两位老人的歉意 并希望两位老人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给予两个年幼的孩子 多一点照顾 岳父家人的态度让民警们放心了许多 也为邵永安 表去了一桩心事 为了鼓励邵永安安心改造 民警决定 这一次带着邵永安的母亲和孩子们 一起前往监狱探视 老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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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Hay这把监独探视 我们两年 glucose 就可以说 香港人读呢 你大心上就在你吃着就 穿不齿泥转过走 走你去把两个这儿 我拉扯不大 个女子鬼 给这个这儿坐着河里 拉月气的我 对于大河河的我记得 我只得行不成 我得行不成 负担了层的我批 你千秋请你累了的话 听到母亲的诉说 邵永安陷入刀绞 但她还是强忍内睡 给予孩子和老人 更多的是安慰和鼓励 你会写心 或者跟我写个心理 你不写 要写个刺后就很 惨案发生时 女儿就在现场 那年她只有三岁 无疑在这个孩子心底 已经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你小说啥你就说 我对爸爸做错了吗 队长 老爸你没有救你 也没有怪你 小说啊 啥 拉得不动的你去 问你老师啊 问你老师 比你年纪好的同学 就好好念试啊 念试爸爸有几年回来 爸爸去救你啊 相聚总是短暂的 短暂的会面 就要结束了 就发现 你妹妹以前一天都到大了 有情话里 跟说你姐姐要去年十七 啊 走 走你去回去啊 走回去啊 走你去啊 啊 啊 人情的批判 忏悔的力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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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